为了彻底报复 弟弟当着爸妈的面 喝下了一整瓶毒药 紧接着在场 所有人包括我的脑海里 出现了他的新生 哥哥为什么要下毒害我呢 我只是说了 我不想回到乡下去而已 他就要杀了我屋 我还没反应过来 爸爸就抄起藤条 朝着我很抽下来 畜生 小生是你弟弟 你竟然连他也害 我打死你这个 心肠歹毒的狗东西 羞的一声 藤条呼啸着狠狠 打在我的后背上 钻心的疼痛 让我不自觉狼狈跪地 我抬起头 目光扫过面前 居高临下的父亲 母亲 姐姐们 最终落在一个 干瘦少年身上 双眸迸发出惊人恨意 前世 司机李叔 为救卫父在车祸中惨死 卫家良愧疚之下 将他唯一的儿子收养 少年李胜变成了卫生 成为江州市首富 卫家最小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弟弟 自此我开始了倒霉的一生 保送名额被抢 考试被老师诬陷作弊 高考被人下药丢进女澡堂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层出不求 每次我想要解释 可家人朋友却怎么都不肯相信 直到我被害到惨死 化作灵体逗留人间 使我才知道 原来卫生竟是个 拥有金手指的穿越者 他可以随时随地 向别人输送心声 靠着这种能力 他将自己塑造成了 单纯善良的小奶狗 同时 他只需随意在心里 说几句话挑拨 我就会瞬间被周围人厌恶唾弃 这导致我不仅气韵 被他完全吸走 最后还落得个 车祸惨死的结局 幸好自己前世 刷到了一条 发送三斗头激活重生戏的事 随手发了三斗头 还真激活了戏的 这才得以重生 不然自己早就去 阎王爷那报道 现在是卫生刚搬来的 第三个月 他不知从哪弄来 糖果味的毒药 故意当着众人的面 喝下来陷害我 魏家良勃然大怒之下 这才用了加法 前世我拼命解释 反而被打得更狠 最终直接住院三个月 还留下了满后背的疤痕 现在重活仪式 我可不会坐以待毙 当魏家良再次 举着藤条抽打下来时 我猛地抬手一抓 死死扼住了对方的手掌 你还敢反抗 魏家良勃然大怒 为什么不敢 我冷冷站起身来 两世为人的经历 让我眼神肃杀 一眼就将亲生父亲 吓得倒退了几步 我让你起来了吗 跪下 魏家良继续愤怒咆哮 母亲肚思慧也是满脸嫌弃 开口呵斥的 不禁父母毒害手足 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姐姐们也在一旁指责 阿胜已经够可怜了 可你依旧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他 爸妈教育也是为了你好 还不快快跪下授法 我森冷目光扫视全家人 眼神在不复往日的温情和善 魏家向来因胜阳衰 母亲肚思慧一连生下六个女的 最终花大价钱去国外找人代孕才生下 魏家老太爷极其疼爱我 自小就将我养在身边悉心教导 这也导致我与父母姐姐相处时间不多 不管是父母还是六个姐姐 与我感情都非常淡薄 自三年前爷爷病逝以来 我就成了这个家里的透明员 卫生入门后我的地位更是堪忧 甚至连保姆庸人都能给我脸色 如今重活仪式 我可不会再对亲情有半分眷恋 堂堂卫视集团董事长 竟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 我低头吃笑 一字一句从牙缝中吐出 难怪爷爷常说你烂泥服不上墙 一直悉心培养我当接班人 原来他早看出你眼瞎心芒的本质 你说什么 魏家梁被这话气得浑身颤抖 魏家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根本不敢相信这是曾经那个逆来顺受的废物 我说错了吗 我侧着头反问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连证据都懒得找就对自己亲生儿子下毒手 你不是蠢就是坏 他要说史诗香的你要不要也尝尝 啪 杜思慧几步上前恶狠狠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你就是这么跟你爸妈说话的 我顶了顶腮帮子轻裂提醒道 你们养过我吗 别忘了我可是爷爷养大的 杜思慧满脸难堪 下意识又举起了手掌 现状我冷笑着质问 还想打 你不就是因为生不出儿子又因为我是代孕的 所以一直看我不顺眼吗 还有你们这些恶心玩意 我抬手一扫指指每一个姐姐 你们不就是嫉妒爷爷把集团30%的股份给了我 所以心中不爽吗 平时一个个都拽得不行 真觉得自己是什么高贵公主了 我一字一句 将每个人脸上的遮羞布彻底撕开 重活一世我早已看透一切 什么狗屁亲情都特么见鬼去了 刚才的几鞭子还有一巴掌我可以不计较 就当是还了血缘恩情 我还是众人五彩缤纷的脸色冷冷开口 但如若再有下次 我保证以牙还牙一眼还眼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一年后我成年之日就是咱们断绝关系之时 在此期间最好相安无事 否则我不介意将你们赶出去 毕竟这可是爷爷给我留的别墅 听明白了吗 一瞬间 全场鸭雀无声 天啊 此时卫胜新生再次传入大家耳中 早就听说大哥才是魏家一家之主 要不是老爷子死得早 所有人都得看他脸色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众人脸色逐渐变得铁青 魏家梁更是感觉权威受到挑衅 气急败坏就重新举起了藤条 小出生反了天了是吧 今天我非得狠狠教训你 让你知道这个家到底谁做主 啪 藤条劈头盖脸的向我抽来 藤条抽破了头皮 鲜血从额头缓缓流下瞬间呼了我一脸 这一幕给魏家梁吓了一跳 其他人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哈哈哈哈 看来你们是把我刚才的话当放屁了 我咧嘴轻笑着 眼神里透着一丝癫狂 要不是你跟长辈顶罪我会下这么重的手吗 魏家梁心虚地咆哮呵斥 杜思慧也在一旁附和 就是 你爸这是在叫你做人 姐姐们也赶紧帮枪 本来就是你不对 还不快跟爸道歉 再犯魂小心让你滚出去 我没有说话 只是笑得越发癫狂与冰冷 两时挤压下来的愤怒 委屈 杀意 在这一刻如火山一般爆发 我左手闪电般出手猛地扯住了魏家梁的头发 一股距离恶狠狠压着他跪下 同时右手也顺势将藤条抢了过来 助手 你干嘛 你疯了吗 他可是你爸 众人齐齐不敢置信地惊呼 我却不管不顾 抬手就劈头盖脸往下抽去 啊 助手 我是你爸呀 别打了 魏家梁惨叫连连 手上 脸上 耳朵上全是鞭痕 被抽的是皮开肉栈鲜血淋漓 惨叫声更是将别墅内的庸人保镖全吸引过来 看到这一幕自然瞠目结舌 你个小厨生还不给我住手 杜思会气得跳脚 你们特么都是死人吗 还不快点过来给我帮忙 快 快点救爸爸呀 你这个厨神 打老子是要遭天谴的 姐姐们也是气愤不已 正当保镖们想要上前动手时 我已经像甩垃圾似的将魏家梁丢在一旁 愿由他满脸是血的一压鬼叫 我双眸冷冷扫尸一圈 保镖们立马被吓得不敢上前 快 快开车送医院 杜思会急忙开口吩咐 文言魏家梁赶紧白手阻止 他咬牙切齿地道 不去医院 请家庭医生过来 杜思会一愣 而后也反应了过来 毕竟儿子鞭打亲爹这种事 要是传出去打的是他魏家梁自己的脸 成为父圈笑柄 不说魏家股份也势必会受影响 这是魏胜新生又一次传来 难怪大哥敢打亲爹 原来早就料定爸爸不敢曝光出去 这心机也太狠了吧 可恶 听到心声的魏家众人再次咬牙切齿 一双双眼泪里几乎都在冒火 魏家梁想了想 冷冷开口道 来人 七少爷突发狂躁症 马上通知精神病院让他们过来拉人 哎哟 厉害啊 我不由得倾笑起来 自己这亲爸可真够狠的 以魏家在江州的地位 他说我有病那我就一定有病 这么一来不仅可以找回被打的面子 而且可以光明正大的抢走爷爷 留给自己的股份 还能好好在精神病院里收拾我一顿 一箭三雕 杜斯会有些不忍 老魏 这事还是考虑下吧 确实 魏家有个精神病 这是传出去丢的可是我们的脸 不行 他今天敢打亲爹明天就敢毒杀全家 没错 他不仅害阿圣还害亲爹 我可没有这种丧尽天良的弟弟 必须严惩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一副完全吃定了我的姿态 魏胜嘴角更是不自觉勾了起来 表面上不断劝和 背地里却不断传送心声拱火 导致气氛越发紧张 呵呵 我冷笑一声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冷冷说道 公叔 休息了几年身子骨没养费吧 带人来一趟老宅吧 公叔 众人接到吸一口凉气 魏家良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你这个除神给徐老鬼打电话干嘛 你想造反不成 公叔现年五十有六 他可是跟着魏老爷子白手起家打天下的元老 不仅黑白两道声明显赫 在商界政界也是人脉宽广 前世我也是真的杀笔 明知道公叔是爷爷特意留给自己顺利接收集团的后手 却因为家人不喜而选择疏远他 如今重活一世 手上掌控的力量才是王道 什么亲情都见鬼去吧 不出五分钟 别墅外车辆轰鸣声不断 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 一个唐装老者带着二十多个保镖鱼罐下 浩浩荡荡推开别墅大门杀了进来 少爷好 二十多名保镖齐齐鞠躬问好 声势浩大壮观 徐茂公主这拐杖徐徐而来 全场立马进入寒碳 公 公叔 您这么多人来是想干嘛 都能欺负到少爷头上 老爷子在天之灵可是要骂娘的 放屁 这个小厨神毒害手足殴打轻爹 我难道还没资格教训他吗 魏家梁心虚地辩解道 徐茂公吃笑一声 你还真没资格 两方对峙徐茂公显然站进了上风 虽然魏家梁现在的人脉财力 在整个江州市都是顶尖一列 但一世半会还撼动不了 这种元老级存在 这个半白老人至今 还掌握着许多灰色力量 真要硬碰硬玩起来 他可未必吃得消 我随手丢掉藤条 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 看到了吗 我看谁不爽就会直接动手 再次也是叫公输绑了卫鱼 用得着耍这些小手伦 你魏胜是天天攻斗剧看多了 天天就只会栽赃陷害 我没有 魏胜慌忙白手解释 魏家众人却忍不住目入怀疑 确实 这厨神连亲爹都敢揍 没必要玩这些弯弯绕绕了 我没有陷害哥哥 你们要信我呀 魏胜一边交集解释 一边在心底默念 明明是大哥强迫我喝下毒药的 我怎么会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陷害呢 魏家人脸色变坏 个个看向我的目光都带上了厌恶 呵呵呵 我不由得轻笑起来 自己前世竟是被这种小手段害死 今生自己也能听见这些心声 才发现也不过二 只要我不在乎亲情 那么这种挑拨就毫无杀伤力 甚至我可以当众拆穿他的心声谎言 彻底让魏家人清醒过来 毕竟魏家其他人也是受害者 虽然他们推波助澜害死了自己 可是最终也死在了魏胜手中 但今生 他们只不过是一堆即将断绝关系的陌生人而已 我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语气淡然道 公叔为这位魏胜公子喝药 是 徐茂公面无表情地点头答应 他随意地挥挥手 立马有两个保镖上前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魏胜被吓得脸色惨白 放肆 你还想失地不成 魏家众人齐齐将他护在身后 我挑挑挑没满脸真诚道 他不是说我给他毒药吗 我不坐实这件事怎么行 你敢 魏家梁大怒 我特么有什么不敢 我一脚就将面前茶几踹飞 满脸争鸣地咆哮 谁敢惹我都得付出代价 你有本事护住他吗 给我灌 是 两名保镖一把挥开魏家人 直接就将魏胜的小身板给揪了出来 爸 妈 救我要污 喝农药会死人的呀 救我呀 魏胜惊恐地哀求着 心声更是不停输出 大哥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不就是看爸妈和姐姐们都比较疼爱我吗 竟然因为这个就想做局杀死我 我舍不得爸妈和姐姐们那屋 住手 杜斯会忍不住动怒 你敢动他我就当没有你这个人子 小出身你是要毁了这个家吗 小圣也是我们弟弟 你怎么能手足相残 姐姐们也是七嘴八舌的呵斥谩骂 若是换作以往我早已心如刀绞 可现在这些人在我眼里就是跳梁小丑 众目睽睽之下 保镖们奈铁钱式的大手狠狠捏住卫生下巴 一整瓶糖果为农药直接灌了过去 任凭他如何痛苦哀嚎挣扎 却依旧吞咽了不少 魏家众人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保镖死死拦住 徐茂公这次带来的人全是精锐 最次也是退伍特种兵 国际专业保镖 别墅里的安保力量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这一刻 魏家上下全都成了带宰羔羊 直到魏胜顺利吞下一整罐农药后 保镖们才将他丢在一旁 快快把人送去医院 魏家梁焦急地招呼庸人上前 王不迭将他往医院送 我冷吃一生也并未阻止 这小子身上秘密颇多 太早弄死可没意思 魏董 魏夫人 现在是你们自己滚了 还是我派人让你们滚了 我表情慵懒地开口询问 魏家梁气得几乎跳脚 魏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当家做主 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姐姐们也愤愤不平地帮腔 杜思慧更是沉着脸冷笑 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是主人了 魏成年人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 你敢再发疯我马上报警 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 魏家梁咬牙切齿道 若是让人知道我魏家家主 被人从魏家老宅赶出去 我还不如直接报警把事情闹大 我吃笑一声 毫不在意地耸耸肩 行 反正一年后等我十八岁 咱们就断绝关系 公叔派人入住别墅负责安保事宜 再把二楼所有房间全部清空 以后没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踏足二楼 明白 徐茂公满口答应下来 魏家人又被气得一阵头晕目眩如梦出现 这还是那个软弱可气的魏红吗 二楼一共四个房间 是整个别墅采光最好的套房 分别有我 爸妈 大姐居住 自从魏胜进门以来 我的房间很快被抢走 最后愣是被赶到佣人房里住着 现在已经彻底翻脸 我哪里会再给任何人面子 大手一挥就吩咐保镖们丢东西 各个房间里乱七八糟的物件 全部丢了出来 这二楼我要一人独占 这波操作给魏家人气得差点齐齐心的 大姐魏琳琅满脸抱怨 她把我东西丢出来我住哪 难道要去几客房 哎 现在有公叔给她撑腰 先忍忍吧 杜思惠无奈叹气 爸 妈 会不会是咱们真的冤枉小七了 她平常也不是这个性子啊 四姐魏如云小声提醒的 放屁 她上次害阿胜从楼梯口摔下来 你们忘了 还有她在学校带头霸凌阿胜 这些可都是我亲眼所见 就是 昨天她还抢阿胜的零花钱呢 姐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纷纷认为我就是个天生坏主 杜思惠安慰道 放心好了 魏红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以前闹脾气咱们红一红 还不是又乖乖当狗了 魏家两点头冷笑 没错 一个未成年小屁孩撒婆打滚 不过是想获得家人关注吧 过几天就老实了 魏如云在一旁没有吭声 她总觉得魏红这次是来真的 咱们还是先去看看阿胜嘛 她被灌了毒药 还不知道能不能救火呢 对对对 快去医院 怎么把她给忘了 魏家众人再次被牵动心神 马上吩咐手下被车火急寥寥地奔向医院 人爱医院急诊科门口 院长亲自带人迎接了魏家一行人 哎呦魏总 您来了 快 快请坐 魏家梁眉头紧皱 带我去见我儿子 他可是被为了毒药啊 冷抢就回来吗 文言里院长甘大一笑 刘主任 你给魏总解释一下 是 急诊科刘主任善笑着擦汗 还请魏总放心 其实魏小公子根本没中毒 魏家众人齐齐惊呼 刘主任吞了吞唾沫点点头 魏小公子就是被大量液体堵塞了口 比导致窒息而已 简单疏通下就好了 现在人在病房里休息了 说完 刘主任就带着大家直奔病房 当看到病房里一切正常的魏胜时 魏家人表情一下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爸妈 姐姐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魏胜显得有些慌乱 他甘把巴迪解释 对不起 我好像搞错了 哥哥让我喝的不是毒药 沉默在病房里蔓延 魏家人再啥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不多还没等他们治感 魏胜委屈的心声又再次传来 怎么办呀 吴 爸爸妈妈肯定会以为 是我专门诬陷大哥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是哥哥跟我闹着玩的吗 魏家人这才放松下来 杜思慧更是眼神柔和的开口 不怪你 一切都是误会而已 下次别这么粗心大意 是啊是啊 一场误会而已 解释清楚就好了吗 魏红满脸感激 同时再次用心声拍起了马屁 只有魏如云满脸古怪 始终觉得不对劲 别墅内 二楼书房 我同公输一左一右坐在茶桌边 门口两个保镖严密把守 任何人都不能靠近 因为拥有前世记忆 再加上我自小就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以江州市未来七八年 各种大事小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这种先知先觉的情况下 我自然要做好万全准备 魏家人大多眼盲心虾之辈 自己绝不可能再认 至于公输则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他无二无女忠心耿耿 又从小看着我长大 对我的疼爱是半点不守 公输 你留在魏家倒是大财小用了 不如在外面帮我做事吧 咱们理应外合重创对方 毕竟魏家梁此人虽能力不足 但这些年在集团也是根深蒂固 旗下产业蛀虫繁多 真要完全接手也不是个简单事 还不如推倒重建了的好 徐茂公顿时来了兴趣 抬手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喝了口茶 严谨一该道 两天后 滕胜集团掌权人会意外身亡 他死后集团股票会疯狂暴跌 所以公输你必须在第三天 开始联系集团小股东 同时在市场上吸纳股份 第十二天时全部抛出就好 腾胜药业里腾会死 徐茂公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不明白我是哪里得来的消息 但他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另外 你抽空把隔壁别墅买下来安置人手 以后我身边要留三组保镖 一组负责贴身保护我外出时的安全 另外两组轮流替换 长期看守别墅二楼 尤其是书房和我房间 必须保证不许任何人踏足 别墅里的庸人司机 也都陆续换成我们的人 明白 徐茂公满口答应下来 傍晚时分 魏家梁杜思惠等人回到别墅 正好瞧见我大摇大摆坐在主位上 面前摆放着八菜一趟 魏家人见此齐齐皱起了眉头 杜思惠不满呵斥道 王妈 人都还没起开什么饭 还有这一桌子菜也太油腻了 不知道先生要吃清淡的吗 一旁的王妈善笑着小声解释 主要这是红少爷安排做的 我们也不敢拒绝 杜思惠气得想骂人 但又突然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终究是没张嘴说些什么 只是白白手道 把菜撤走 看着就油腻没胃口 上些清淡点的菜 好的夫人 王妈战战兢兢地带着庸人准备上来扯菜 我默默放下筷子 一个眼神扫过去 吓得他们皆是头皮发麻不敢上前 不吃就滚 我的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平头论足 我不嫌不但对了一句 杜思惠哪曾受过这种待遇 气得他当场就要发飙 卫胜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 还是先吃饭吧爸妈 王妈 还不快把爸妈最喜欢的清淡菜都端上来 杜思惠这才露出笑脸 好 还是小胜好 说到这他故意加重了音量 不像某些养不熟的白眼狼 这辈子我都懒得多看一眼 我最疼爱的儿子只有小胜 呵呵 我挑没吃笑 这话若是放在前世 我肯定还会心酸难受 但今生我早已不在乎 甚至懒得搭理他 希望以后他被卫胜害死的时候 也能这么嘴硬吗 这时王妈也领着佣人开始上菜 一份份精致清淡的菜肴送上餐桌 众人这才脸色稍缓 但魏家梁却是一拍桌子呵斥道 王妈 你们做事怎么越来越敷衍了 我的养胃要善呢 魏琳郎也不满道 八位不好你们不是不知道 还不快给要善端上来 对不起对不起 王妈有些刚大的解释 以往都是红少爷准备的要善 他为了改善先生的胃病 往往都是挑选几十种名贵中草 要亲自熬煮几个小时 我们这些下人哪里懂这些药理 是他 众人面色皆惊 他们本以为是下人熬煮的药膳 没曾想是魏红亲自熬煮的 算你还有点孝心 魏家梁脸色稍缓 接着冷冷道 去给我准备药膳吧 再给小生道个歉 今日之事我可以不计较 准你马的药膳 都翻脸了还想让我当牛马 吃猪试去吧 那玩意最养胃 我毫不客气地谩骂 气得魏家梁几乎心等 手指着我泥泥你个半天 说不出话来 大胆 谁让你这么跟爸说话呢 还不快道歉 你的家教呢 我们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魏家众人又是一阵指责谩骂 我可不惯着他们 优雅抽出纸巾擦了擦嘴 才起身道 不吃啊 我操那就都别吃了 说完我猛地抬手一水 哗啦一声长舟掀翻 伴随着魏家人惊呼尖叫声 各种碗碟菜肴直接洒落一地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反了反了 这家伙绝对是疯了 不服气就滚啊 谁让你在这住 魏家粮气的血压爆表差点晕绝 魏家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又是顺杯又是叫家庭医生 好一阵才让魏家粮缓过气来 等众人放松下来 一时间心情都有些复杂 毕竟谁都能看出来魏红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眼看着我上了二楼 杜思慧才冷冷到 这个不孝子迟早要天打雷劈 夜晚 魏家众人草草吃了些东西 各自憋着一肚子气回房休息 一日 一大早 我与魏盛两人一前一后准备出门 两人现在都是高中生 就读于圣锐博记高三二班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在豪门之中学业也是十分重要的 大门口一辆奔驰大巨正静静等候着 司机小吴瞧见两人出来 连忙从车上小跑着下来迎接 一只手接过魏盛手里的书包 一只手拉开车门后坐毕恭毕敬的道 少爷 你慢点 嗯 吴哥辛苦 魏盛满脸和善的笑笑 眼底却有着话不开的得意与傲气 小吴啪一下关上门 这才转头看向我似笑非笑的道 对不住了洪少爷 车子有点紧 您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骑自行车去吧 环保 死 周围正在干活的佣人们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一个个看向小吴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傻子 这家伙还敢刁难洪少爷 难道他还不知道昨天的事 他知道的屁 这小子昨天小舅子结婚请了假 还不知道魏加已经变天了呢 佣人们小声的议论纷纷 小吴耳间听了几句 不由皱起了眉头 以往他为了讨好魏加良夫妻俩可没少区别对待 对魏盛他是毕恭毕敬小心伺候 对上魏红则是百般推托 魏加其他司机则负责接送魏加良夫妇以及六位姐姐 一来二去魏红干脆自己骑上自行车上下雪 小吴早已习惯他的不争不抢 因此态度越发嚣张起来 可谁承想今天情况却有些不一样 还没等他搞懂发生了什么 三辆深蓝色全车防弹的兵力幕上 就这么大摇大摆开到了别墅门前 六个身材高大一身黑色西装 戴着耳麦墨镜的专业保镖走下车来 他们分工合作 有人开车门 有人戒备 还有两名则迅速走上前来保护 少爷您请 我无视了小吴惊恐震撼的表情 对着满脸羡慕极度恨的卫生勾纯一笑 转身就在保镖们的簇拥下上了车 徐茂公已经买下了隔壁16号别墅 三组保镖18人随时待命 这种派头连魏家梁都没有 他又怎能不羡慕极度恨 要知道养一名专业保镖 每年大概要100到300万 18名保镖一年下来就得四五千万 纵观整个江州市 常年养得起这么大一只保镖队伍的富豪 都不会超过十指之数 魏胜一个养子自然只有眼馋的粉 三辆兵力幕上缓缓驶出别墅区 一路上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此时每辆车上分别有两名保镖 其中小组队长更是亲自贴身保护卫红 车辆上密不透风 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我乘坐哪一辆车 警卫级别绝对称得上一流 半小时后 我与魏胜再次一前一后抵达胜瑞国际高中 四辆车当当开入校内停车场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瞩目 三辆兵力幕上 而且还是防弹特质款的 这特么谁啊 不知道 不过旁边的应该是魏家养子魏胜的车 众人好奇的议论纷纷 这所江州市私立贵族高中内 就读之人非富即贵 在不计也是学校高价 从各地挖来的天才学生 因此眼力都非同一般 以往魏胜走到哪都是焦点 今天他走下车也没人多看几眼 只因学生老师们的目光 全都似有若无地看向兵力 三辆车门开启 一个个保镖下车戒备 我身穿一身藏蓝色燕尾款校服 左手一枚精致黑金翡翠戒指 右手佩戴百达斐力最新款男表 一身气质浑然天成 宛若电视剧里走出的贵公子 魏大少 是他 不是说他在魏家不受宠吗 我去带六个保镖上学 要不要这么装逼 种人再次震惊不已 我却懒得多看这些人一眼 更不在乎自己的举动有多高调 自己重生一次难免要大杀四方 注定会得罪无数牛鬼蛇神 因此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 他可不想莫名其妙又死一次 校内安全暂时是有保障的 你们留在车上休息就好 吃饭上厕所替换着来 不要打扰到学校正常秩序 我妈撒着左手戒指淡淡吩咐 明白 保镖队长微微汗手 少爷您有事随时吩咐 只需按动紧急联系通讯器 我们一分钟内必定赶到 另外 通讯器内也有我们特制的定位器 如遇绑架也可以迅速定位 嗯 我满意点了点头 徐茂公这些人还真是专业 等我手中资产过百亿以后 一定要再养几组保镖才行 每组最少要十二个 不然走出去都没有半点安全感 又吩咐几句后保镖这才对象 我则转身提着书包 在一众同学的羡慕 极度横下大摇大摆 走入教学楼高三二班教室 这个班大概三十多人 当我走入教室时 喧闹的气氛骤然安静了片刻 教室中间更是有几道 毫不遮掩的恶意目光直视过来 卫胜正慵懒地靠坐着 身侧还簇拥着四五个气度非凡的富二代 这些人以前都是我的忠实走狗 没少在我面前卑躬屈膝一求获得青睐 后来我失宠的消息传开 他们立马就赶唤门停成了卫胜的走狗 钱是我不争不抢温文尔雅 再加上有真少爷这个身份加持 哪怕不受宠也没人敢随意招惹 这些走狗最多也只是冷嘲热讽 几句闹不出太大的风波 不过今天 接二连三受气的卫胜却不想这么快放过我 早读客上他不时忧伤叹气 一下就勾起了周围人的好奇心 咋了圣哥 不舒服吗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你有事一定要跟我们讲 别自己憋着 马德 卫红这小子现在还敢找你麻烦 老子弄不死他 几个富二代不满地议论着 你们别瞎想 大哥对我很好的 都认真复习吧 卫胜表面上温生辩解着 可心声却适时传入众人耳中 卫红忠就是我的大哥 他再怎么欺负我都得忍着 若是坏了家族的名声 我怎么对得起爸妈的收养 卧槽 你也太大度了吧圣哥 这都能忍 你才是卫董夫妇最疼的孩子 他卫红都不是从卫妇人肚子里出来的 你怕他的什么劲 同学们再次一份填膺 许多穷学生也是愤愤不平 自动脑补了一个豪门继格 欺压收养儿的狗血大戏 一个个目光里都多了些比 只不过卫红终究是卫家真少爷 众人再怎么愤怒 也只敢嘴上痛快两句 卫胜见状继续乘胜追击 心声不断传输道 哎 昨天大哥在家闹得那么凶 竟连亲爹都敢打 我还是想办法劝劝爸妈吧 不然他们真和大哥断绝关系可怎么办 殴打亲爹 这么近帽 以卫董的性格 这不得和他断绝关系 哈哈哈哈 看来卫大少马上要被赶出家门了 众人幸灾乐祸之际 几个富二代不免心动了起来 他们早就想收拾一顿卫红了 只不过一直碍于对方的身份不敢乱来 但若对方真和家人闹到断绝关系的地理 那他们还怕个屁呀 收拾落水狗的机会到了 谁去 呵呵 几个你不出手 小圣上次可是帮了你个大忙的 几人相互对视一眼 目光落在了一个寸头少年身上 此人名叫几鹏 家中世代从商权是滔天 书败长辈在江州市影响力巨大 以前算是同卫红一起长大的发小 但在卫盛新生挑拨下两人现已绝交 几鹏这个混世魔王天不怕地不怕 众人眼神一个视意不悟 他立马就似笑非笑走到卫红身后 三两句话就赶走了坐在后桌的同学 接着吊儿锒铛地坐下 哗啦一推就把书桌挤到了我身后 卫小七 也有今天了 你不是狂骂 继续狂啊 爸妈不要你了 幼稚 滚开 我才懒得理会这些小孩手段 如今重生一次 我只想每时每刻充实自己 现在我书包里不仅有各颗书本 还有物理数学竞赛书 金融书 黑客编程书 大学危机分与高等数学等 零零总总的书籍 以我一百八十智商和过目不忘的能力 哪怕现在参加高考都能轻松上青北 几鹏彻底被我这种态度激怒 一脚踹在椅子上怒道 又是这样 从小到大你都看不起我是吧 现在没了家族作为助力 我看你还怎么狂 我再说一遍 滚原点 我优雅金贵地翻着书 声音冷得让人心惊肉跳 在骚扰我 季家可护不住你 是吗 我倒想看看一个丧家之拳 怎么让季家护不住我 几鹏似笑非笑往后一仰 翘着二郎腿就往前方捉一踹去 咚咚咚 他的动作不疾不徐 却又挑衅意味十足 不仅扰得全班人无心学习 也多次打断了我的思绪 卫生见状急忙假意打圆场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呀 季哥 你和大哥不是发小吗 小圣你别管 今儿个我就是要为你出口恶气 几鹏冷笑着道 老子最讨厌某些人 天天端着架子 好像自己多牛逼似的 其实在家里 连佣人都敢随便欺负 真当我们不知道似的 哈哈哈哈 几个富二代纷纷哄笑起来 就连班上不少同学 也是幸灾乐祸 面对众人戏谑的目光 以及几鹏一脚一脚 踢在椅子上的挑衅 我无奈叹息一声 随手将书丢下 下一刻 我抓起桌上的圆珠笔 豁然转身 左手闪电般扼住几鹏的脖子 右手圆珠笔疯狂朝他的脸颊 眼眶 口鼻 头部扎去 一下又一下 下手又快又狠了 惨叫声顿时响彻八方 这种亡命图般的打法 哪里是几鹏这种小屁 还可以招架的 卫生直接被吓得目瞪口呆 全班同学也是瞠目结舌 尖叫惊呼 啊啊啊 一声声气力惨叫后 几鹏为他的挑衅付出了代价 我也不知扎了几下 等我优雅甩开手时 几鹏脖子上早已被掐出 深深的亲子手艺 猴上脸上也已经鲜血淋漓 就连双手也因为遮挡而被扎得全是血动 他此刻狼狈地宛若恶鬼 双眸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惊光 看向卫红的目光也带着一丝惊惧骇人 天啊 快 快去叫老师啊 出事了 心情心我个心情 这是要杀人了 疯了 这家伙绝对疯了 报警啊 同学们骚动着 每个人都是一脸惶恐与不安 几个富二代也慌忙上前搀扶几鹏 他们虽然经常打架斗殴 可哪里见过这么亡命途的打法 这一刻大家只庆幸挑衅的不是自己 如若不然他们怕是要比几鹏还惨 我但笑一声 抽出手帕默默擦拭着手指与圆珠笔上的血迹 眼神漫不经心往旁边一瞥 又把周围人吓得七七倒退 报警 马上给我报警 几鹏一边疼得嘶牙咧嘴一边愤怒咆哮 老子要送他进去坐牢 这点皮外伤就想送卫成年去坐牢 我满脸真诚的询问 你大伯最近好像在升职关键期吧 要是一不小心爆出点季家丑闻 你猜他会不会气死 你 几鹏气得咬牙切齿 双拳更是狠狠钻戟 这个结果眼上他确实不敢报警 季家这种存在最怕丑闻 不管是打架斗殴还是其他什么 但凡爆出点魔棱两可的黑料 都足以让几鹏喝一大壶 我叹息着摇头 人家挑拨几句 你就乖乖跳出来当刀子 季家出了你这么个蠢人 真是家门不幸 瞧瞧 你自己搞得一身伤 人家屁事没有 几鹏文言猛地回头 只见卫胜稳稳坐在座位上 依旧保持着震惊恶然的表情 半点都没有为他出事而着急 甚至隐隐还有些庆幸之色 他是在庆幸出事的不是自己吧 季 季哥 对不起 卫胜慌忙摇头辩解 心声更是事实响起 呜呜 早就说了别去招惹大哥了吗 他这人心狠手辣的 刚才都把我吓呆了 几鹏神色稍缓 转头冷冷开口 不用挑拨离间 今天伤我之事 就算不报警 我们季家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你给我等着 我妈撒着左手戒指轻吃道 小小季家 我就算喂食你们也得咽下去 不服气就让你们季家长辈过来 嘶 周围顿时响起 震震倒吸凉气之声 一般人也许不懂季家代表着什么 可是班里的富二代却一清二楚 他们家中长辈最不敢得罪的就是季家 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 怎么 收拾了几棚 忘记收拾你们了是吧 你们几个刚才叽叽喳喳的 不是要帮好兄弟出头吗 来来来 趁着老师还没到咱们聊聊 我目光森然扫视过去 几个富二代立马吓得连连后腿 他们憋得满脸帐红半晌 不敢吭声 我也懒得搭理这些小喽啰 还手将他们推到一旁 静止就朝着卫生走去 卫生满脸惶恐惊呼着 大 大哥 你想干嘛 心声也再次波噪起来 呜呜 大哥肯定要打死我 怎么办 谁来救救我 我满脸戏血 也天天一口一个大哥恶心人 你在家在学校都暗戳戳怂恿别人对付 初了时又想躲在背后安然无恙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卫生涅如这辩解 大哥 我没有 我不再与他废话 抓起他的头发就疯狂往客桌上撞去 砰砰砰 啊 救命 啊 卫生惨叫着鼻血直溜 众人全都吓得心惊肉跳 助手 一个娇俏的声音冷冷呵斥 卫红你这个暴力狂 卫爷爷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兄弟相残欺压同学 你简直就是卫家支持 思思 救我呜呜 卫生满脸鲜血 凄惨求救 我冷眼扫事过去 锦江集团千金谢思思正怒目而逝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勉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曾经我与他也是有过 浓情蜜意的怦然心动 甚至两家老爷子 还曾打去要给两人订婚 可惜这个女人 也是眼盲心虾之辈 前世卫生靠着嘴甜 卖乖以及新生缠妹等手段 轻松俘获了这位小青梅的芳心 谢思思不仅成为了他后宫里的一员 还曾亲自算计过 每一次冲突他总是护在卫生身前 每一次误会他总不肯听断分辩解 重生一次 谢思思依旧是这副护短的模样 但我却早已没有了网约的心头 有的只是冷漠与亲密 你说住手就住手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再次抓起卫生的头发 一次又一次发狠地往客桌上撞去 住手 快住手 谢思思气得满脸铁青 显然怎么也没想到对方敢如此不给面子 情急之下他也步步地危险 直接抓起书桌上的材质刀 抵在自己血白搏梗之上 再不住手 我就死给你看 谢思思满脸坚毅的威胁 卧槽 思思你别冲动啊 为大少住手吧 别闹出人命 天啊 快叫老师 同学们再次哗然惊呼 更有几人已经满脸焦急地冲出了教室 我则是一脸猛逼 甚至有点哭笑不得 蛇精病啊 想救人你哥自己干嘛 曾几何时 我确实把谢思思当作亲妹妹来对待 她哪怕只是喝个奶茶烫手 我都会心疼不已 可经历过前世的一次次背叛 我的一颗心早已坚硬如铁 哪怕谢思思现在就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此刻看着面前少女那一副 视死如归的模样 我只觉得好笑 则则则 锦江集团辛辛苦苦培养 十几年的公主居然是个蠢猪 还真是够可笑的 想死就快点动手 省得在我面前碍眼 我冷漠地点评着 手伤动作却依旧不停 再次抓着卫生的脑袋 一次次往书桌上砸去 你 你怎么敢 谢思思满脸委屈与不敢置信 以前的卫红不是这样的 只要自己做出任何伤害身体的事情 她都会焦急万分 甚至答应她一切不合理要求 可是现在她怎么就不在乎了吗 住手 你给我住手啊 再不住手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了 混蛋 你不是说过永远都不会拒绝我的吗 谢思思气得焦急跺脚 我依旧懒得搭理她半分 就在她骑虎南下尴尬至极的时候 班主任李老师终于气喘吁吁地感到 高三二班这场闹剧 早已吸引了周围班级 许多老师同学在外边围观 班主任焦急推开人群走屋教室 下一刻就发出了尖锐报名 你个小除神疯了吗 住手 马上给我住手 哎哟 李老师早啊 我轻笑着松开手 满脸的无辜与唇凉 可就是这副模样 却把李老师气得够呛 他看着几朋与卫生的惨状 忍不住尖叫咒骂 你个杀千刀的除神 怎么敢对自己的同学下这种狠手 报警 我马上就报警把你送进少管所 说完就掏出手机准备拨打电话 这可把几朋给吓坏了 急忙开口打断道 不行 不能报警 我已经通知家中长辈过来处理了 老师你冷静点 对对对 不能报警 李老师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如果警车驶入校园闹大了这件事 学校声誉势必会受到影响 身为报警人的他也是要受到处罚的 快 把人送到校医室处理伤情 李老师深吸一口气赶紧安排起来 你你你 还有你 赶紧的 还有你魏弘 马上把你家长给我叫来 叫家长过来让老师你表演一下 如何卑躬屈息事呢 我爷愚着反问 教室里顿时想起阵阵闷笑 是啊 魏弘可不是一般学生 他李老师自然不可能像对待普通学生一样 把人家家长臭骂一顿 反倒是他自己还得跟当孙子似的陪校伺候 想明白这点李老师也是满脸委屈 转身就开始去打电话通知学校高层 今天这事没完 就算不能把你送进少管所 也得让你滚出圣锐高中 几朋去医务室之前冷冷丢下一句话道 你会付出代价 等着 文言我不屑提醒道 就凭你机甲恐怕是不够 要不你多叫点人 我已经通知了魏伯父魏伯母 我父亲也会过来 谢思思也咬牙切齿地继续施压 你就继续给我嘴硬吧 看你爸妈过来怎么收拾你 好啊 我依旧淡定从容 或有一种西装暴徒般的风度翩翩 直接让许多女同学看直了眼 不出五分钟 高三二班的大事件就传遍了校园 校内网上各种影片照片满天飞 全校师生都是一脸的惊讶与八卦 纷纷猜测魏伯是不是得了蛇精病 更有甚者已经认定魏伯这回是行定了 缝任机绝对少不了 风云激荡之际 校内网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赌注帖子 赌魏伯是被开除还是拘留 学生们踊跃投票 一时间竟把校内网的服务器都给挤崩溃了 中午十分 纪彭三叔挤明显 谢思思父亲谢志江 魏夫人杜思慧等人匆匆而来 他们刚到校长办公室外 就瞧见四名精状保镖守在门口 走入办公室一看差点气得血压飙升 纪彭与卫胜两人头部手不裹的根木乃伊似的 杀不下还在不断渗血 看起来格外吓人 就连谢思思脖子上也缠了些绷带 刘校长和一众学校高层正尴尬地站在一旁 我却大摇大摆地坐在茶桌主座上 正在自顾自地泡着茶 背后还站着两名保镖 小鹏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的小公主哎 怎么还伤到脖子了呀 三人焦急上前检视情况 杜思慧更是急得差点哭出来 阿胜 你没事吧 天啊 怎么被打成这样 这是哪个小厨神干的 当他回头看到我时 立马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有点多余 顿时怒从兴起 一个小厨神感动我儿子 老娘杀了你 说着抓起书桌上的烟灰缸就想砸来 我却淡淡抬眸 眼神冰冷如刀 魏夫人 想清楚再砸 我漫不经心地抿了一口茶 我这人向来以牙还牙一眼还眼 昨天连魏董都被抽破了想 你不会以为自己很特殊吧 你个小王八厨神 我是你妈 杜思慧手指颤抖道 你连我也想打 生物学妈而已 成年后咱们就断绝关系 我挑没回怼 魏夫人难道忘了旁边这位才是您的亲儿子 杜思慧差点被我这话气晕过去 手指着我拧拧拧个半天说不出话 不过他终究还是不敢将烟灰缸砸出 毕竟我是真的敢动手 你们的家事你们回去解决 几名前满脸威严的作者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侄子几棚到底因何被打成这样 你们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说话间他愤怒拍桌咆哮 眼神颇具威慑力的直视主 谢志江也满脸怒容道 小红 你跟思思可是青梅竹马呀 已经疯到连他都杀 三方威逼之下 学校高层压力暴增 刘校长等人各个冷汗层层 那个啊 喜先生 魏夫人 谢董 事情经过都被教室监控记录下来了 三位同学伤势也已稳定 要不咱先看看监控在决定怎么处理 刘校长小心翼翼地提议着 几名贤与谢志江文言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见状刘校长赶紧开启投影仪 将早已备好的监控录像投影到墙壁上 此事牵扯道计 谢 魏三方 都是惹不起的主 因此监控录像并未做任何剪辑处理 从魏红走入教室开始 再到魏盛故意挑拨几棚出手 事情的一切经过完整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几名贤与谢志江不是傻子 他们看完这段影片 脸上立马浮现出甘大之色 一个是没想到自己侄儿竟然这么蠢 被人当了刀还沾沾自行 一个则是想不到自己女儿更蠢 竟然拿刀抵在脖子上 两人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 一眼就看出这是魏家养子 故意挑拨造成的 杜思慧却是依旧眼盲心瞎 看完录像不仅不觉得卫生有错 反而还特别心疼他被如此殴打 顿时气得浑身都在发颤 看向我的目光也带着一丝愤恨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小除神 毒害手足威胁同学 你简直就是人渣败累 校长 我杜思慧绝不包庇 这种垃圾必须立刻马上开除 杜思慧一字一句怨毒发声 众人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早就听说魏家奇葩没想到这么奇葩 毫不犹豫当众咒骂 亲儿只为给养子出气 这是怕是脑残也做不出来吧 既然魏夫人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己明显冷笑开口 我执己捧挑衅在先是不对 但他也不能把我折打成这样了 只要魏弘退学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 文言谢志将也点头附和道 没错 这次闹出这么大动静 若是不严惩他们不会常记性 三方表态施压 刘校长松了一口气当即准备表态 我却抬手打断了他 三位长辈记忆表态 晚辈我也斗胆讲几句 不介意吧 闲职想说什么 谢志将皱眉道 想说你的老王八是特么眼瞎了吗 我啪的一下将茶杯摔在地上 指着他就开骂 录像你也看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毛钱关系吗 上来就多管闲事 还拿把刀架在脖子上 以格这言苦情剧呢 生要割死了算谁的 你女儿就是个脑炭 赶紧带她去医院治治脑子吧 跟你有屁关系啊 就在这跟我在这叽叽歪歪的 还让我付出代价 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当年要不是我爷爷提拔你 你就是个工地里给人扛大包的臭正三 当了几年谢董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吗 谢瘸子 众目睽睽之下 谢志将脸色憋得胀红 背弃得胸膛起伏不定 一双手蜷缩在身后死死钻住 好几次差点忍不住要爆发 可他最终还是强行忍了下来 不错 若不是为老爷子提携 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这个恩情谢某不敢忘 谢志将冷着脸道 不过贤侄当众这么谩骂长辈 是不是太过分了些 呵呵 你不会以为老爷子死了 你做的那些事就没人知道了吧 我挑了挑没戴然道 那些黑料现在可都在我手上 没把你送进去已经是我人之一尽了 还特么敢来招惹我 谢志将文言冷汉都不自觉留了下来 爸 你说句话呀 谢思思不满地指责道 魏红你什么意思 对我爸放尊重点 否则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你闭嘴 谢志将冷声呵斥 接着端起一杯茶饮而尽 贤侄骂得对 今天是我老谢不懂事了 还请贤侄见谅 今天的事情我们紧将集团不掺和 凭什么呀爸 谢思思不满地直舵酒 小圣都被他打成什么样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 为什么还给他道歉 闭嘴 谢志将猛然回头 眼神凶恶如狼 吓得夏思思脸色瞬间惨白 抱歉 我这女儿确实有点脑叹 我替他向你道歉 谢志将苦笑一声叹息道 我揉了揉眉头不耐道 看在两家情分上 我可以不计较 如若再有下次你知道后果 多谢贤侄 谢志将拱手道谢 他谢志将是个聪明人 被一个小辈如此羞辱 还能去能生 自然不是因为他讲情谊 而是他清楚地知道 魏红手上绝对有能让 锦江集团付出代价的后手 作为一个商人 他不可能为了小孩争斗 而惹上一个敌人 魏老爷子死了 但以往受过他恩惠的人 可还没死 一时间办公室内气氛有些古怪 在场众人皆是满脸不敢置信 这特么事情发展不对啊 谢董不掺和这事 但我们技家可不会就这么算了 锦铭贤冷冷端起茶杯 咪着眼警告 你伤我侄子该怎么算 算你们倒霉 算你们不长眼 算你们几家人太蠢上 赶着给人当枪使 算我好心帮你们教育子孙 我一字一句强硬道 怎么样 锦三叔对于这个回复满意吗 锦铭贤气得差点心格 其他人也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刚骂了锦江集团 谢董现在就对技家 还真是出声牛 毒不怕火啊 全是滔天的技家 他也敢得罪 技家什么时候被这么骂过 而且最近他们家老二 又准备生辞了 现在的技家 就算是卫视集团 也惹不起 他一个不得宠的 矛头小子怎么敢呢 这下他不死都难 众人心中暗暗富费 看向我的眼神 也暗藏怜悯 好好好 锦铭贤不怒返校 魏大少好胆色 那倒是要多谢 你对我技家的管教之恩了 有机会定然会 好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杜思慧这会的脑子 倒是难得清明了一次 他怂怂间开口提起 吉老三 你们可别找错了人 这小厨神昨天还在家揍了老魏 现在我们魏家 可跟他没多大关系 哎呦喂 我挑眉也遇到 刚才还一口一个亲妈 现在就没关系了 杜思慧满脸厌恶 你的小厨神 自己闯了或自己担着 阿胜被你打成这样 就算技家不追究 我也不会放过 好 几明嫌爽快点点头 今天这事我只针对魏红 绝不会影响你们卫视集团 两方一拍即合 再次将目标对准了我 众人纷纷投来了 或戏血或连戏的眼神 卫胜更是心中狂喜 就等着看笑话 我却轻斥一声不懈开口 知道我为什么收拾几棚 而没动谢思思吗 为什么 几明嫌皱眉 因为在我看来 几家比锦江集团要好收拾 我身体前倾急剧压迫的冷笑 我就喜欢剪软柿子念 懂了吗 死 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个看向我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傻子 记家可是江州市里的庞然大物 多位家族成员身居高位 各种关系盘根错节 在任何行业都有定人生死的能力 真要彻底发飙 哪怕是卫视集团都顶不住 你可别太抬举我的闲职 谢志将苦笑开枪 我们集团可比不上记家的威风 我漫步精心拨弄着茶杯 对付商业集团也许还要砸钱砸资源 找出破绽后才能出手打压 可是对付记家这种存在 只需找到对方违法证据即可 记家这些年看似烹油烈火 其实那里烟杂是一堆 想找点破绽并不会困难 只要记家稍微露出一点疲态 你们的对手立马就会落井下石 锦江集团手里的财富 好歹还是合法赚来的 你们呢 敢合法花钱吗 我不不紧逼言之凿凿 双眸犀利如刀鸭的众人都不敢直视 记明显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他都唇反腐道 我记家上下遵纪手法 可没有做任何步法够的 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威秀 是吗 我戏谑轻笑 你真以为你们一大家子都是自己人 一堆连炫富都要躲着的老鼠 想挖出你们的黑料很难吗 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几名显咬牙 我并未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自顾自道 最近几二叔四处奔走 想再往上奔一奔是吧 但可惜啊 这位置人家上面早就内定了 可你们现在却连风声都还没收到 嘖嘖嘖 真可悲啊 哗啦 几名显吓得直接站起身来 再次坐下连喝几口茶后 才迷着眼朝我看来 一个矛头小子说出这种话的可信度 几乎为零 但此人可是为老爷子亲自培养出来 绝对不容小觑 上面这几天会派人下来 我似笑非笑地继续开口 你猜到时候新官上任三把 杀鸡锦猴会不会挑到宁记家 胡说八道 几名显嘴硬着不肯示弱 可是左手却连茶杯都快握不住 茶水在轻颤下洒了一地 众人见状更是满脸震惊 魏红到底知道些什么 在看清屏幕上的内容后 他面上闪过一丝紧张 慌乱不安 但最后还是强行堆起一丝微笑开口道 对不住啊贤侄 今日之事是我们记家不对 你别放心上 输给你道歉 我举杯轻笑 几名显这才默默松了一口气 而后转头就是一巴掌 拍在几鹏脑袋上喝吃的 还不给你为哥道歉 人家挑拨几句就上赶着当枪 你怎么这么废物 三叔 我 几鹏修得满脸胀红 我什么我 几名显美好气道 接下来有他们受的 我挑眉看向几鹏几人 欣赏着他们精彩分成的脸色 最终如愿对上了卫胜愿毒的目光 曾几何时他只需要 卖卖惨心声陷害一下 我就得被家人与朋友唾气谩骂 陷入无止境的内耗与痛苦之中 可现在自己早已脱胎晃骨 一举一动都带着上位者的威严 甚至能在谢志江 几名显这种大佬面前谈笑风声威逼谩骂 如此可怕的敌人怎能不让人忌惮 呜呜 大哥好可怕 卫胜心声果然适时在杜思慧耳边响起 连两位书白都压不住他 妈妈肯定也管不住大哥 以后我还怎么在学校里待下去 我真的不想天天被打 好痛 我迟早会被打死的 卫胜一阵心声卖惨 挑拨再次轻易激起了杜思慧的怜悯与愤感 他一如既往用凶狠目光瞪着我冷声道 好好好 没想到你倒是个牙尖嘴利的主 但今日这是没完 谢董记家不计较 我可不会放过你 你这个小厨神今天必须退学 再让你留在学校里 还不知道要怎么祸害同学 小生这么单纯善良 怎么受得了你的霸凌殴打 刘校长 你们盛睿高中百年轻欲 可不能被这种人渣所玷污 赶紧把他开除 学校高层们瞬间冷汗津津 魏红根本不是普通高中生 人家来上学都带着六个保镖 指着几名弦 谢志将鼻子骂娘都能全身而退 他们哪里敢说要开除人 刘校长满脸陪笑搓着手 小心提议道 要不你们自己回家商量 杜思慧气愤瞪眼 不用商量 这是严重违法校规的大事 你们按规矩来就好 不用顾及任何人 刘校长依旧善笑着霍悉尼 要不你们还是自己再考虑考虑吧 别废话 杜思慧态度强硬地尖叫 开除 必须马上开除 否则我就找你们董事会投诉 刘校长欲言又止又善意提醒道 魏夫人 就算投诉我们也不能随意开除学生的 不过您是他们俩的监护人 有权选择给其中一人转学退学或者休学 文言杜思慧眼睛一亮 心中怒火请客间化作满脸的志在必得 那就给魏红转学 我作为监护人决定让他转去十三中 十三中 众人纷纷神色各异 杜思慧还真是够心狠的 为了惩罚亲儿子竟然舍得将他丢去全是臭名昭著 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都不肯去的墨流中学 一瞬间众人看向魏红的目光再次暗含怜惜 呵呵 终究还是个小屁孩 人家有监护人的身份收拾他还不容易吗 这样的人物倒是可惜了 只怪他碰见了这样的爹妈 众人小声议论纷纷 魏胜嘴角也缓缓勾起 你再厉害又用什么用 在我心生的挑拨下 你也只能乖乖接受来自你至亲之人最狠毒的辈子 只要魏红被发配到十三中的讯息传出 今天这口恶气出调不说 以后整个江州市上从圈子聊到他都会轻蔑地与十三中挂钩 不行了妈 你这样做会毁了大哥的 魏胜哭唧唧的假意求情道 大哥成绩那么好 让他去十三中那地方不是作茧他妈 杜思慧满脸心疼 阿胜啊 你就是太善良了 不过这次你别管 今天这是我必须为你做主 我们魏家不需要这么不服管教的小厨身 不行的妈 魏胜继续表演作息 呜 我没事的 一点也不疼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刁难大哥 我良心会过不去的 傻孩子 杜思慧再次被感动 谢思思也是一脸的义愤填膺 只有谢志将于己明嫌满脸古怪 眼神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冷心 哭泥马的丧呢 我随手抄起一个茶杯砸过去 立马止住了几人的作戏姿态 放肆 杜思慧转身护独自一般呵斥道 你现在立刻给我去办转学手续 你对阿胜做出这种事必须要付出代价 呵呵 我妈撒着左手戒指戏谑道 可惜啊 我今天既不会转学也不会付出半点代价 我还得让卫胜去学校广播室当众道歉检讨 信吗 你说什么蛇精话呢 杜思慧气急返校 众人也是一脸的不信 动手打人的是你监护人也不待见你 你一个小屁孩还能翻得起什么大浪不成 刘校长 我的要求你听见了吧 我目光灼灼看过去随口吩咐道 照办吧 啊 我 刘校长满脸猛逼 照办个屁啊 你是谁啊 怎么还指挥起我来了呢 我说卫红同学 学校啊 有学校的规矩 刘校长不满地打着关枪 你打人的事情人家不计较就算不错了 怎么还能提出过分要求呢 你会答应的 我自信满满 抬手在茶杯里沾了沾 数字肯定有什么特殊含义 而且绝对能威胁到刘校长 否则他不会反应如此之大 能办吗 我淡然道 能能吗 刘校长一边擦着冷汗一边忙不迭拼命点头 满脸慌张无措 最终统统化作坚定 转头就对着杜思惠说道 卫夫人 只要学生本人不同意学校是不能强制他转学的 另外卫生在校部一挑衅同学引起事端 已经严重违反校规校计 他必须受到处分 什么 杜思惠已经彻底气炸 其他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 这特么啥呀 刚才那串数字到底有什么含义 能让刘校长冒着得罪卫视集团的风险 也要坚定站在卫红那边 卫生满脸不信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谢思思与己鹏更是满脸气愤与憋屈 只有己明显与谢志江两个人惊 眼神下意识沉了沉 刘校长你疯了吗 杜思惠愤怒的坚声呵斥 得罪我们卫视集团的下场你难道不清楚吗 我要你立刻马上收回刚才的话 否则你知道后果 杜思惠彻底发飙 刘校长顿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杜思惠可代表着卫视集团 这个在江州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 早已渗透到方方面面 影响力绝对非同小可 一个私立贵族高中本就是为富人服务的 若是得罪本市首富的话 学校高层全都会有大麻烦 你疯了吗校长 没看见卫富人已经发飙了吗 是啊校长 得罪了卫家大家都得被董事会责难 人家一句话咱们几个都得滚蛋 你可千万别乱来 学校高层的小声劝导着 刘校长后背已被冷汗打阴 一双目光求救式的看向我 可惜我不会改变主意 今天刘校长必须处理位置 否则不仅是他就连整个学校都得身败名裂 前世一遭我知晓太多太多秘密 江州市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每一个我都掌握着黑料 有些是前世听说的 有些则是以灵体存活在世事偶然知道的 我刚才写出的数字可是非同小可 若是刘校长想要让学校声名近毁的话 我也不介意帮上一把 选吧 我手指漫不经心敲击着茶桌 眼神若有肆无的扫视过去 如果你拿不定主意 可以向学校董事会汇报 好好好 您稍等 刘校长如是重负连忙走出办公室去打电话 一时间众人只觉得有些荒谬 要知道胜瑞国际高中可是全国性贵族高中 分校估计遍布全国 其董事会股东在各行各业都是大老机存在 这种小事就要去请示他们 未免太扯淡了点吧 别以为你装神弄鬼就能糊弄过去 杜思会不死心的冷哼 就算是圣瑞高中背后的大股东 也得给我们卫视集团一点薄面 你以为你是谁 人家不是给卫视集团一点薄面 而是给去世的老爷子一点薄面 我不耐得冷吃 你一个外星人也配咬我卫家之气 谁给你的脸 小厨神 杜思会再次气炸了废 卫生又想在一旁茶言茶语 我一个眼神过去 他立马拾去的闭上了嘴 生怕自己又被砸上几下 现在任谁都已经看得出来 卫红是个能动手绝不避避的狠人 他只是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喝茶 浑身散发出的金贵威严气场 就比谢志将这种商场大案还要顺人 不疑会 刘校长去而复返 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在无半分惶恐与慌乱 只剩下公事公办的冷静